黎明结束慈善公益金的活动之后 近期之内再度来台 这回是为了担任六月份的HIDO大台柱 以黎明特有的声音表情 为HIDFM整点报时 为了工作到处奔波 他自己不觉得累 反而体恤工作人员的辛苦 他们比我累 我不会累的 其实我觉得作业 基本上是我们的工作 其实不是我自己 现在各位每一位拿摄影机的摄影师 或者是电视台制作品 他们也很累 我觉得没有人觉得 累是一个不能承受的问题 其实我们假如认为自己怕累的话 就不要工作 假如这样工作的话 就不要想那个累 而黎明的最新国语专辑 将在6月8号发行 至于专辑的曲风走上 要请歌迷朋友听了再说 我讲也不会明白 所以不用讲 专辑来讲都是 应该听的 那我很难去怎么表达 那我觉得在很多唱片的地方 也可以有试听吧 听完 那喜欢的朋友自然会买 那我觉得音乐是很难去讲的 讲不到的 电影是看的 曲风方面吧 我觉得就是 听了才知道 那所以试听的时候 可以不用先买 先试听 试听一下 适不适合你们 旅游新闻黄绿青 海域芬采访报道